大家好,小朋友们好,我是嘉宜,我现在刚刚回到家,哎呀,我们家这个光啊,真的是那个灯在后面,所以反光有一点,然后我最近感到发烧,包括现在也有点低烧,然后今天出了套门,然后想着说给大家录一个夜间护肤吧,难得化个妆,然后呢,废话不多说,我先从卸妆开始把手洗干净了,用的还是指寸秀这块卸妆油,没什么今天,今天要录卸妆视频呢,是因为我的护肤品都换了,就可以录一个新的护肤事情了,然后呢,这个卸妆油还是跟之前一样,把它揉开在它脸上, 我脸好肿,我上天喝了好多的水,然后我还买的那个测试的纸,都是那个流感,就是单纯从泰国回来到北京,够弄感冒了,这样乳化它,我先自己操作一下,显得我这么黑呢,是被光加衣服的那种,然后呢,我要用的是这个新的一个洗面奶,对,今天是一个贵妇级的护肤视频,这是La Perry的洗面奶, 然后呢,然后呢,我先消失几秒钟,我要去冲个澡,先喷个一下, 这个喷雾,中午早上换个睡衣,然后呢,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新的东西,这之前没有推荐过的一个很神奇的东西,是一个,嗯,清洁面膜, 我到现在有点低烧,一直都没有发高烧,然后一直在咳嗽,就是这个,贝洛家他们家的这个清洁面膜,我觉得还挺好用的, 掉了,先看一下,这样摁出来,看到吗,很干净卫生,然后我会着重于我的T1区,它里面是有磨砂膏的,而且它一会儿就会变成泡泡, 然后呢,等流泡泡消失了,这个面膜就可以洗掉了,然后这样的泡泡,我总听到它那个咕嘟咕嘟咕嘟的声音,看到吗,这样的, 然后一会儿十分钟之后,它就没有吧,十分钟,给你们看, 它就已经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,就可以把它洗掉了,嗯, 然后它这边是有颗粒的,你就这样搓它,把你这个鼻一两边啊,这样水搓它, 它就变成乳泡,就这样是有一点点小白白的感觉,我可以把它洗掉先, 可以洗完脸之后就特别的干净的感觉,我太肿了,我每天喝好多的水, 就是一位单他们家这个水,这个面膜必须得配他们家这个小薯水, 效果才会更好,我就不用花上面擦了,用手拍, 今天晚上出去又喝了两瓶碗就行了,天呦, OK,那之后呢,我们就上这个, 可以单他们家的这个面膜,超级面膜,虽然它很贵, 但是真的很好用,等个十五分钟把它变成透明的时候, 就可以了,先等十五分钟, 就是已经敷好了,把这个擦下去, 但是要用的是他们家的这个水,挺为是醉了, 然后继续擦,看到了吗,我近一点啊, 给你们看一下皮肤状态刚刚,你看,看到了吗, 现在是没有美眼和滤镜的状态,看得出来吗, 这个皮肤用完之后简直,看, 我这小斑之前点的,然后晒完之后有点反上来了, 看起来很清楚,就非常的,好, 这谁呀,原来微信手机就用,这么懂的, 然后之后呢,就擦,OK,就结束了, 就不用再拍其他的化妆水了, 继续后续的护肤,这个之前我就有用过, 就拉Perry的这个眼部精华液, 我们先打一层精华液在眼睛上, Perry的眼霜,我之前觉得拉面是我用过最贵的了, 然后跟那个精华液差不多,这个比达拉面还要贵, 所以就是它的效果我觉得应该会更好吧, 毕竟我已经活了25岁了, 就要抗老啊,什么东西都要用, 抗老效果比较好的, 我上大学的时候用它的时候就没效果, 然后因为那时候年纪很小, 然后我现在用了这段时间, 怪不得叫反重力精华, 抗摔效果刚刚, 网上穿在你的脸上, 它为什么这么俗成的鱼子浆精华主打, 就是抗老,就像你的脸倒过来一样, 就像反重力嘛, 然后普通的精华液, 是确实是有抗摔的这种功能在, 你就紧致提示的感觉是有的, 我用了几天我觉得效果还不错, 但大家一定要记得按这个钮, 摇摇摇, 把它给激活了, 要不然就是有效果的啊, 哦,这就是抗老的面霜, 全部都是抗老, 现在就是抗老, 然后LAMER的这款, 精油乳化这个面霜, 就是它里面含有的波色音, 是各大护肤品牌, 都没有那么值得那么高的, 因为那个波色音, 我记得是抗老非常厉害的, 所以我一般晚上的我的抗老面霜, 晚上用的面霜都是荷莲娜这般黑绷带, 就是现在早点用预防, 可能我30岁40岁之后还长这样, 然后呢刷上牙之后擦上这个蓝芝的认诚膜, 抗膜和脚膜, 也是推荐给你们这个凡事林他们一家的这个, 因为我的手上已经带上了, 然后脚上也带上, 这样等个20分钟晚上剩下的情况, 全部给按摩, 在手上吸收和脚上吸收就可以了, 这个光真的照得我好处, 好了就这样吧, 晚安, 拜拜,